過年買彩券市手氣 最受歡迎的就是刮刮樂 嘉義中山路的銀行前 春節的特有景色 就是刮刮樂一條街 不管大人小孩毛起來刮 刮到凌晨兩三點 還是人潮滿滿 越夜越熱鬧 還有人從外縣市全家總動員 來玩刮刮樂 似乎在這裡刮收氣比較好 朋友刮兩千然後有中一萬 一萬喔 對啊 今天又在 對啊 就帶朋友來 銀行吧 這邊剛好銀行 運氣會好一點 對啊 財運 民眾說過年就是要到 錢氣十足的地方湊熱鬧 而哪裡錢最多 似乎就是銀行這個大財庫 攤商也說象徵跟銀行領錢 財運旺旺 就來銀行那錢 想說要買這樣 大家發財這樣 而台南一間採券行 一名男子到台南吃美食 順便賣了刮刮樂 直接用湯匙刮起來 邊刮邊喊出事了 居然中了百萬大獎 奇葩的中獎過程 讓人打開眼界 據有嘉義台南 綜合報導 民眾排隊排超長 從廟前廣場一路排到馬路邊 繞了好幾個彎 還是看不到盡頭 這裡是屏東東港東龍宮 注意開賣限量的生肖小王馬 今年是龍年 小王馬頭上小龍造型超可愛 開賣第一天 果然吸引民眾大排長龍 甚至還有北部民眾 凌晨就先衝過來卡位 台北昨天半夜 造型怎麼樣 很可愛 很可愛 搭配每年生肖小王馬 造型吸睛 已經有鐵粉表示 每年都要收藏 另外車程福安宮 初一拜拜 人潮爆滿 福安宮今年取消搶頭箱活動 改成拜頭箱 避免參與人數太多 發生意外 另外一和往年一樣 發送開運金幣 今年準備一萬個開運金幣 初一到初五分批發送 第一天排隊人數就破四千人 場面壯觀 去年就來了 去年就來了 每年來肯定都會來 大年初一 東龍宮小王馬抄襲金 福安宮發放開運金幣 信眾一早卡位搶牌 希望龍年都好運 這個屏東 綜合報導 火鍋熱氣蒸騰 滿桌剛煮好的家常菜 過年圍爐暖呼呼 這樣的場景 卻逐步消失在記憶中 叫外送 比較方便啊 叫桌菜吧 或是鍋之類的吧 比較方便的 外帶未送 婆媳終於不用在廚房忙到買送 各類年菜商機順勢啟動 但觀念再變 也讓年味悄悄變了味 不太習慣會叫外送 後年嘛 你在家就是準備菜 或是什麼 那種氣氛會很不一樣 跟叫外送 你就是坐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一點年味都沒有 團人飯後腦筋急轉彎 爸爸的叔叔的兒子 到底是誰 以前想破腦袋 喊對人擠出吉祥話 只為了拿個大紅包 現在手機轉帳超便利 紅包要幾個零 一鍵就搞定 只是拿壓歲錢的寓意 快被忘記 以前的年壽叫做稅 如果度過這個年壽 能夠活得下來 就叫做壓歲 給壓歲錢 那也就是代表你 傑後餘生 從長輩手中接過紅包 那一瞬間對信封厚度的期待 大概是轉帳紅包 無法體會的快樂 而出於拜年走春也新潮了 視尋百年好花俏 還能搭配特效 摘配伴手禮也能送到新坎裡 只是見面三分琴 上完也是送福期 大年足以有所謂的走春 台語的發音就是武春 把多餘的福氣送給別人 伴手禮的台語叫做丹樓 費盡心思來選購這個禮物 就像戀丹一樣 以前是抱竹一生除舊歲 現在是放炮警察開單問你幾歲 出門接觸不如在家追劇打遊戲舒服 短短十幾年過年氣氛大不同 科技能做到千禮拜年跨國送禮 卻也沖斷了人與人的共同回憶 這張的名才雙重播了 龍年江至12生肖中唯一傳說生物 其實早就融入你我生活中 尤其是餐桌上的龍產品 更是多到超乎你的想像 知道有沒有人知不知道 火龍果這個名字是你怎麼來的呢 原來火龍果火紅色外表 搭配翹起的綠皮 就彷彿一條被靈片覆蓋的火龍 另外像是龍眼龍葵 成熟的果實無黑透亮 酷似龍的眼珠因此得名 還有家家戶戶泡上杯香龍烏龍茶 怎麼也跟龍有關 其實它的雛形就有點像彎曲彎月形 這個東西其實皇帝啊高貴龍 就是有這種龍的意象的人在喝的 看它的顏色還有這個身形 把它命名為烏龍 歷史悠久烏龍茶命名由來眾說紛紛 還有一說烏龍茶多為全區條狀 如同一條烏黑的龍盤繞 下回品烏龍茶可以細細品味下這龍的精髓 還原飯上龍膽石斑魚也是菜色亮點之一 這種石斑魚 因其靈片狀的外表取名為龍膽而得名 還有道流傳百年 御膳房專有點心 竟有這傳說 聽說每吃一塊龍鬚糖 就由一條龍失去鬍子 別擔心不是真的用龍的鬍子製成 龍鬚糖是師父用麥亞糖 翹手反覆拉扯出千絲萬縷 如同穿針般細線糖絲 顏色潔白入口即香 深得古代皇帝喜愛 特封為龍鬚糖 這個龍在中國就是皇帝的象徵 非常尊貴九五之尊 所以只要能夠跟龍沾上邊的東西 基本上賣相得不錯 也都賣得很好 新年到與親朋好友 選擇富有象徵意義美食 共享龍的盛宴 為來年帶來好運繁榮 記者葉維林泰小橋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